对不起 我没有选择 妈妈 为什么呀 我本来就不是你的母亲 你也不是我的女儿 你只是我掩护身份的一个道具而已 妈妈 你说什么呢 妈妈是大日本帝国的高级间谍 德川千代子 十几年前 我以南洋富商遗孀的身份 在南洋的一个孤儿院里收养了你 把你带来上海 我借助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力量 我设立医院 建立育婴堂 慈善总会 这些都是为了掩护我的身份 不 我 我肯定是在做梦 是的 我是在做梦 妈妈 这一切都是噩梦对吗 对 这是一场噩梦 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 都是我精心设计的 这么说 陆太太也是你 对 他是我杀的 你以为他是谁啊 他是中统的高级特工 我本来不想杀他的 是他在错误的地方 错误的时间出现了 可是你今天晚上 为什么要骗我到这里来 这都是我计划的 难道那把手枪也是你 对 你只是我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我实在是太小看中国的警察了 他们竟然发现陆太太临死前留下的线索 顺着这条线索 他们将嫌疑 你锁定在你我之间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够置身度外 不 妈妈 不 妈妈 妈妈 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你永远 你永远是那个 爱我 宠我 和我相依为命的爸爸 你永远是那个 在我一生上 就出来保护我的爸爸 你永远是那个 让我在任何时候 都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爸爸 我 我 原谅我吧 你的那个妈妈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 是大日本帝国的永世 你放心 我会永远记着你的死 我仍旧会承认 你是德川家族的成员 我会把你的名字放入神社之中 我一定为你绊倒 不 不吗 我不想去什么神社 不 不 我求求 我 我求求 留在你身边 来世吧 来世我们在做母女 我今生欠你的 来生还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喂 什么 沈世尧和寻补房的人发生枪战 别别 别着急 别着急 我这就过来 喂 昊然 凶手是沈世尧 刚刚在慈禧医院被击毙了 罗娜打电话跟我说的 是 我知道 我这就过去 你们胡说 你们胡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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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啊 我的未婚妻她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呢 我们发现有强占的痕迹 应该是沈小姐在制造伪证的时候 被我们的巡捕发现 你们只是蓄意谋杀 把给亚路 你 我告诉你 我的未婚妻绝对不可能杀人 陆先生 上山中佐 他们说我的未婚妻是杀人凶手 这怎么可能啊 陆先生 你冷静一下 我也是刚听到消息才赶过来的 记得我听安中佐都查讲过 谁拿枪接触尸体 谁就是凶手 这不可能 我的未婚妻她平时连鸡都不敢杀 她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呢 这根本不可能 上山泰军 上山泰军 沈伯伯 他们这是诬陷的 他们是想让世瑶当替罪羊啊 我不许你们侮辱我的女儿 你们立刻从我这里滚出去 滚出去 滚出去 田军 田军 你们都滚出去 小心点 田伯伯 心动 田伯伯 滚出去 我们走 滚出去 滚出去 沈伯伯 沈伯伯 那 那我先走了 那照这么说 那是沈身瑶干的了 说是现场枪战的痕迹明显 看来就是她了 昊然 你有什么看法 从表面上看 诗瑶是凶手没有问题了 可是我有一点还是想不通 难一点 动机 诗瑶杀秦怡的动机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就是她干的 可是现在寻谱房具体的情况 我们不清楚 安博又被调到大华去了出不来 对 安博不在 我们确实很难搞清楚 父亲 爸 节哀 你 你说父亲她 需不需要去医院啊 去了医院我怕她更受自己 我看我们还是在家都观察几天 轻易的死对她打击太大了 是啊 毕竟是十几年的夫妻了 昊然 我不相信凶手是施咬 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才说她为什么要杀金仪 我也不相信 好了 安妮 这些啊 这些啊 就叫给寻谱房的人去处理吧 昊然 你是一个有真意感的人 正确的母系 我相信 你会能找出真凶 来了 赵小子 你不会是要对江南昊动手吗 我考虑了一下 现在是对江南昊动手的最佳时机 一来 我们可以把安博弄出来 二来 我们还可以把任务给完成了 这可是一十二两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我们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 不如就行动起来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和安博联系上 就是要行动的话 也得先和安博联系上吧 好难有个理应外合 你这贸然形势太危险了 怕危险就不是共产主义战士 现在我们有了图纸 就等于是有了第三只眼睛 自己能解决的事情就自己解决呗 不行 沉重 沉重同志 我说小马同志 你能不能别这么严肃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我们党组织不同意 再说昊然又不在 你不能忙干 昊然他自己还有好多事情 处理不过来 我不跟你说了 我郑重地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的做法 你不同意你可以保留意见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不是臭小子 我跟你说 你能不能别那么破碰巴巴的 这不是第一次行动 我心里有分寸 再说了 我好歹也是苏联训练出来的特工 你少拿美国那套衡量我 来 来 来 喂 陆公馆吗 是啊 皓人在吗 大少爷他不在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你们 沈伯母 你要节哀 你要多注意身体 谁要不在 可是你还有我们 沈伯母 警察署那边 还没有给出解释吗 没有 现在大家都忙着逃命 谁还有心情 管这小小的杀人案 我去找宋锦太郎司令官谈了 他说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情 日本人不管 我们先进食药是无辜的 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对他的信任 对了 陆先生现在怎么样 父亲承受不了了 这次这么大的打击 又让他躺在病床上了 我们家里找了专人照顾他 还有 我和安妮也轮流照顾他 是啊 他的打击也不小 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沈伯母 有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 我听罗娜说 在施药出世那天晚上 您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没有啊 我一直在办公室 我没有打过电话啊 是这样啊 怎么了 那个电话有问题吗 如果您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那这个电话的疑点就很大了 我们就应该顺着这条线索 往下查下去 警察手都查不出来 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看还是 还是让施药 静静地去吧 我现在也没有心情 再考虑这些了 搬开 好 好 炸药和雷管全在这个包里 导火索的燃烧速度是一秒钟一公分 你们进入底仓之后 把炸药安置好 然后算好了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从里面撤出来 再计算导火索的长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探照灯的时间计算好了吗 计算好了 西北角的视觉是一个死角 探照灯三十秒一个间歇 好 我们上去之后 我负责干掉一个哨病 你带人进入船屋 从维修口进入船舱 任务完成了之后 从沿路返回 好 好 下 走 走 快 小心点 少爷 就是这位先生 你先下去吧 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啊 浩然 出大事了 沉重这臭小子 私自带人去大黄了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我能拦住他吗 他那臭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小子 胆大不要命啊 他想干的事 他就必须得干 要不然他心里就痒痒 什么也别说了 赶紧去大黄 来 我去死吧 我去死吧 那你死吧 你不死吧 我去死吧 sì 快 去死吧 你快 咱 来 上 轻点 轻点 俊杰 快点 队长 没事 太便宜了 队长 没事 太便宜了 吃花生 什么事 走 过去看看 回来 里边出事 咱管不管 管个屁 让他们打去 我们只管建守自己的岗位 打开 快点 计划取消 赶紧撤回去 是 小丽 到 跟着我掩护 前面人 快 走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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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追 我掩护 你不要想走 快 不 你先走 我掩护 快 走 你给他不许放过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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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再快点 不用再快了 再回车就翻了 快 走 glat 快 满足 走 满足 都这边 满足 满足 谁批准你擅自行动呢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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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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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开局 开局 乃是个死胡同 他们应该没几弹 站住 快站住 安牟 走 我扶您线上 站住 快 我扶您 快撤 快 站住 快撤 安牟 您中难了 站住 这可能是我最好一次命令你了 你就服从吧 安牟 对不起 快撤 快撤 对不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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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都查 我还是叫你一声安钩 赶快通行吧 我跟皇军饶你不死 不 皇军 皇军跟我饶你不死 安都查 啊 原来你是地下铁客分子 你不是干什么的 你不是干什么的 我是大华的董事长 我有失去大华 今天晚上人和车辆人员 都不能进去 你们回去吧 我是董事长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董事长也不行 昊然 我们走 从昨晚的事件 和之前大华船厂 被盗的工程图纸来看 这共产党就一个目的 就是想炸江南号 还好我已经怕 救命把射 才能出什么大事 你竟然和一个共产党 在一起这么久 而且你们还称兄道弟 你不觉得羞耻吗 珊珊十分抱歉 没有看出 安德鲁夏的真面目 不过 早一点知道也好 至少我们知道 这几次工作的失败 都是此人所为 珊珊办事不力 还请阁下责罚 中国人有句俗话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早就说过 中国人是最狡猾的 是 那你下一步计划 打算怎么样 我准备 把所有的华工 全部集中起来 不允许他们外出 而且他们干活时 我会派宪兵 一个丁五哥的看管 把所有地下 和地上的连流通道 用钢板焊接封闭 坚持这种事情 再次发现 你做得很好 陆昊然最近在干什么 据观察报告 陆昊然昨天晚上 想进入大华 被我们的宪兵给拦住了 什么 他昨天晚上去大华 什么时候 从报告时间来看 应该是安仲夏自杀以后 他有没有说去干什么 没有 先兵也没仔细盘问 除了安仲夏这个独留 我们以后的工作 就顺利得多了 可惜呀 此人在上海的关系 非常之广 而且他黑白两道都吃得香 可惜他自杀了 不然我们可以好好地利用他 让他作为诱饵 可以钓出他后面 好几条大鱼来 我已经派人 对他身边所有交往的人 进行调查 而且派特高科 在他家进行蹲哨 蹲哨已经没有用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共产党不会自己送上门来 不过你可以对他的家进行搜查 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是 把这里所有的东西 全部带走 把这个东西也带走 你抬起脸来看着我 就是因为你的盲目 给组织上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而且是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就是因为你 我们不但失去了一个好同志 而且是一个好领导 好战友 你 后人 后人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都怪我 没能拦住他 现在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 陈仲 安波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里是敌战区 任何行动都应该有个详细的计划 稍有不适 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可是你呢 你听进去没有 我要对安忠相同志的牺牲 我 我决不得人 我请求 宿之上 除非我 怎么除非你都不为过 你自己给我好好反省 反省吧你 你 太医 安主下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死了 死了 怎么可能啊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袭击江南后 被日本人发现 安忠相私自放跑了共产党 那这么说他是被日本人给杀了 没有 听说是自杀 他用最后一颗子弹 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嗯 是条汉子 我谭某人没有看错的 佩服 你这样 依我的名义 给他送份电衣去 这 这样怕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现在 日本宪兵正在到处调查 跟共产党有关系的人 咱们这一送电衣 不就是自找麻烦吗 说得也是啊 要不这样 你派个机灵点的小兄弟 把电衣送过去 送去就走 什么都不要说 电衣上什么都不要写 明白吗 明白 去吧 光二爷 又一个忠义之事 陪你去了 我们调查了暗中夏 收音机上的指纹 发现 有两个是比较清楚的 一个是暗中夏自己的 另一个 还没查清楚 我们对暗中夏 所有交往身边的人 指纹进行了对比 没有发现 与收音机上相同指纹的人 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那这个人 可能又会是谁呢 据萧犬子报告 他们一年前 曾对暗中夏 进行一个监视 他们发现陆浩然 也曾经出现在监视范围之内 又是陆浩然 陆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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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伯母 帽子 不在家好好休息 又来医院 在家 看见食瑶的遗物 我就心痛 还不如来医院 工作能让人忘录 浩然啊 我想有件事跟你说 你说吧 石瑶的事情发生以后 我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现在更是糟糕 所以 我想把慈善总会的重任交给你 请你担任会长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交给我 我何德何能 担此重任 我是 我是在想 万一有一天 所以我才有这个不情之情 您身体很不好 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检查呢 检查过了 检查报告上说 得的是肝病 沈伯母 只要好好治疗就没事了 您人这么好 帮助了那么多人 上天都会保佑您的 是吗 我最心爱的女儿 都被她抢走了 她还会保佑我吗 沈伯母 沈伯母 您是怎么了 麻烦你 麻烦你给我倒杯水 您坚持住 好 您坚持住 好 您坚持住 沈伯伯 您觉得怎么样 好点了 浩然啊 我刚才跟你提的事情 请你好好地想一下 也不用急着答复我 我是真心的 希望你能够 接管慈善总会 好 我知道了 你要有什么事 尽管找我 好 谢谢你啊 沈伯伯 那我先回去了 刚刚得到上风消息 日本决定在中国实施焦土计划 他们的一个细菌武器专家 已经秘密地来到了上海 他是焦土计划的主要成员之一 上风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消灭此人 销毁细菌武器 是 长官 皇牛 自从逝去老毛以后 在上海 我们跟日本上村的关系 几乎已经是中断了 此次 对你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长官 不成功变成人 好 放不出去 放我出去 隔下 隔下 不可以 好 你 你再不放我出去 隔下 再不放我出去 我就用刀自杀 我接到秘密 不可以放你出去 好 那我现在就死在你们面前 隔下 不可以 隔下 隔下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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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梅金博士的助手多久了 梅金博士 在关东军受益预防部的时候 我就做他的助手 那时间不短了 那时间不短了 你对梅金博士 所有的实验笔记和数据 都记清楚了 是的 平常都是我帮他整理这些文件 不久前 我在帝国的医学杂志上 看到过你和梅金博士 联合署名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 是经过梅金博士修改后发表的 他是我的导师 按照常理 导师是要在论博上署名的 中国有句古话 长江后浪推前浪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 这是个真理 您的意思 我不太明白 梅金博士在学术上 是很有建树的 但是你们年轻人 总是会超过他的 就看有没有人给你机会了 科学的第一特征 就是重复 如果你手里 有梅金博士这些年来 所有的资料 你就很可能成为 第二个梅金博士 梅金博士现有的 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就将丧失 那你就是帝国的栋梁 感谢先生给学生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发奋努力 不辜负您的期望 好 谢谢 那 这边 好 谢谢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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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